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汉阶的技工进行技术交理 那么交理的目的是要保证你汉阶的质量 这是技术交理的要求 技术交理的类型和技术交理的记录 那么你这个技术交理之外 第二个的是技术资料 因为你这个工程管理 它有一些资料要归档的 有的档案有的材料要归建设单位存档 有的材料要归当地的档案馆存档 就会有一个档案的包括哪些内容 档案是如何组卷的 按照单位工程组卷 还是按照分布工程组卷 那么这是档案相关的 相当于是技术资料 包括技术交理的记录 也是属于材料方面的 第三个就是设计变更的程序 这个点其实在18年和16年都考了这个设计变更 设计变更要走相关的手续 比方说举个例子 16年我们考了 施工单位 提出设计变更 它的程序是什么 我们第一步 你的施工单位 向这个监理单位提到申请 第二步呢 从监理呢 到建设单位提出申请 建设单位呢 跟这个设计单位呢 进行沟通 这个建设单位跟设计单位进行沟通 设计单位认为可行 重新出击图纸 把图纸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把图纸给监理 监理把图纸给施工单位 给到施工单位 那么给到施工单位以后 施工单位根据新的图纸来进行施工 这是我们说的设计变更的程序 18年我们考察的是 建设单位 提出设计变更有哪些程序 我们说考了两次 1618都考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排名第二的是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我们说 他在考试的时候主要考索赔 在141516连续三年都考了索赔 索赔这种题 最经典的题先出一段案例背景 再出一下事件一 事件二 事件三 让你判断 每一个事件是谁的责任 如果是甲方的责任 请问乙方可否问甲方要索赔 可以 那么赔多少钱 相当于费用索赔 赔多少天 是工期索赔 这种题叫计算题 索赔的计算题 还喜欢考简答题 这个简答题包括 工程总分包 总包的职责是什么 分包的职责是什么 总包对分包管理的 全过程内容包括哪些 还有劳务工管理 这是我们说排在第二位的 那么排在第三位的 应该是我们说的质量管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质量管理啊 质量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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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18 好了 三次质量控制点 也就是说这一章节 排名第一的 应该是把质量控制点 这个知识给它许好 那么什么叫质量控制点呢 就是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关键的节点 这些关键的节点 一定要保证施工质量 否则 像这个质量控制点 分为A级 B级 C级 级别最高的舌A级 所谓的A级质量控制点 是如果A级质量控制点 质量出现了问题 可能会导致整个工程停工 所以它需要有 这个建设方 监理方 施工方 三方参与 那么排名第二的这个知识呢 是质量预控方案 质量预控 第三个呢 就是排名第三个三简制 像我们18年考的 什么是自检 什么叫互检 什么叫专检 可以说从技术管理 到合同管理 到质量管理 是最重要的三个小节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排在第四位的 是现场管理 现场管理 最喜欢考的是 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 这都是属于 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相关的内容 这三个字 13 16 17 都是考内部协调 外部协调 内部协调 主要沟通方法 比方让我开会 宣讲等等 很多种沟通方法 请问跟哪些单位进行协调 我举个例子 请问你要完成一个 球罐的焊接 要跟哪一单位协调 我要跟土建单位协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球罐是安装在地基上的 我要跟建设单位 建理单位协调 等等 我们说现场管理 你18年考了绿色时工的阳城控制 绿色时工阳城控制 那么你这个阳城的控制 是18年我们考试考的 18年以前 我们从来没有考过绿色时工 但是你注意 一级建设师 在最近的五年 考了四次绿色时工 最近几年 绿色时工应该是一个热点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 19年的二建 考绿色时工的可能性 是80%以上的 排名第五的是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 这张节 最重要的知识是安全的措施 我们在131518都考了安全措施 什么叫安全措施 我们在开工之前要做好安全措施 比方说我们在调章之前 我们要做好哪些安全措施 我们在密闭容器中作业 要保证哪些安全措施 考了两次的我讲一下 你在一个球罐里面作业 电压不能超过12伏 否则容易触电 第二个是 你在焊接的 在球罐里焊接 它容易释放有多有害的气体 所以要做到机械通风 做到机械通风 2017年我们有一个安全事故的 等级 什么叫重大事故 什么叫一般事故 那么一般事故对单位如何惩罚 对相关的负责人如何惩罚 考这方面的题 那么这是排在第五位的 排在第六位的 应该是招投标管理 今年在招投标管理的教材变化很大 那么比方说在这个方面 特别是在专业资格审查 废标这方面 基本上教材都把它删除了 留下了招投标管理的要求 和强制招投标的范围 那么也就是说 教材既然有变化 那么我们在19年代 主要学习强制招投标的范围 和招投标管理要求 什么叫招投标管理要求 比方说 你这个招标公告发布以后 一定要给那个图标单位 写标书的时间 写标书的时间 不要少于20天 再你比方说 你招标单位 对招标文件 进行澄清和修改的 那么一定要在 图标节日期15天之前 这就是招投标法的一些 关键条文要求 这是排名第六的 第七的是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呢 最喜欢考的是三种管理 一种是人的管理 一种是材料的管理 一种是机器具的管理 其中人的管理 在16年的时候 我们考了一个无损检测人员 无损检测人员 我们材料的管理 在14年考了一个 材料的进场验收 机器具的管理 我们在17年的时候 是考了一个选择题 机器具的管理 是17年考了一个选择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排名第八位的是 试运行管理 总共13个小节 试运行管理 最喜欢考的是 单机试运行的条件 就是你满足什么条件 我们才能做单机试运行 比方说你设备安装的时候 灌浆层要干 地脚螺栓要拧紧 拧紧完毕以后 我们才能做单机试运行 还有试运行责任的分工 比方说单机试运行 是由施工单位来组织的 而联动试运行 是由建设单位组织的 它要分工明确 那我们看一下 排名第九的是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 它最喜欢考的核心内容是 施工方案 还有我们考了施工平面图 施工组织设计 还喜欢考施工组织设计的 什么内容 施工组织的内容 排名第十的是 进度管理 进度管理 我们在18年的时候 我们考了10分 在18年以前 我们考0分 从来没考过 最近五年 从17161514这几年 一分都没考 突然18年考了10分 它主要考察 横道图和网络图 这个横道图也好 网络图也好 是施工进度计划 横道图网络图是指施工进度计划 其中这个横道图18年考的很简单 他考察什么工作到什么工作 他们之间间距离多少天 看横道图就能得出来了 这很简单 而这个网络图呢 是我们在18年考察了 已经有了网络图 请问你关键线度是哪一条 关键线度的总天数是多少天 加一下就行了 这是送分的题 排在第十位 我们说排在第十一位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 排在第十一位的 是成本管理 是如何控制成本 如何降低成本 我们2017年就是成本控制的方法 比方说以施工图控制成本 比方说以施工过程中的动态控制 控制成本 他有控制的一些方法 第十二个 结算一竞工验书 在15年考了一个 竞工工程技术资料 15年 那么最后一位 第十三位的是 保修与回法 近五年没有考过安理题 近五年没有考过安理题 那么这是管理部分 希望考到安理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法规于相关标准部分 考过安理题 我们说计量法 近五年没有考过安理题 都是以选择题的形式 来考察大家 那么建设及用电机施工 那么13年考过安理题 就是违反电力设施保护区规定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 你违反了这个电力法的规定 要进行处罚 特种水平安键法 压力管道的分类 压力管道分为GC1 GC2 GC3 是吧 安装资质 制造资质的区别 15年考了 我们工艺安装和建筑安装 还考了安理题 18年考了 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规定 15年考了 分布工程质量验平的评定 验收的评定 我们说分布工程 分项工程 在工艺安装和建筑安装里面 它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单位工程 什么是分布工程 什么是分项工程 什么是检验批 第二个 这个工程的验收的 这个程序 谁向谁提出申请 谁组织谁验收 第三个 合格的规定 和不合格 如何处理 就是验收就会出现一个合格不合格 那么一个单位工程 包含好几个分布工程 一个分布工程 包含好几个分项工程 一个分项工程 包含好多个检验批 分布工程是按照专业来划分的 比方说 你这个机械设备的安装 它是一个专业 工业管道是一个专业 防腐时绝对是个专业 它都是属于分布工程 验收的程序 一般都是事工单位 向建设单位提交成绩 由建设单位组织 事工单位参与的验收 那么在验收的时候 是由谁进行签字呢 这很关键 验收合格的规定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你验收平定 验收合格的规定 工业安装和建筑安装都在讲这三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总结了这个三个章节的案题 现在我们能再次总结 重磅的章节 我们说其中和焊接 是前面的五个小节里面最重要的 而静置设备 电器 机械设备 还有工业管道 是工业积电里面最重要的四个小节 而建筑机电工程施工技术 它是建筑电器和通工条 这两小节 是我们在建筑机电安装里面最重要的小节 同样的 我们在施工管理的部分 最重要的我们已经说了 案例题考了最多的是技术管理 其次是合同管理和施展管理 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场管理里面 喜欢考绿色施工 所以我们19年的考试预测 现场管理 预测时空 考的可能性很大 还有安全管理 喜欢考安全进入措施 招头标法 它在19年教材变化特别大的情况下 注意招头标的范围 什么时候进行强制招头标 还有招头标的一些要求 资源管理里面 最喜欢考人的管理和材料的管理 方面的案例题 这要注意 人的方面的材料管理和人的管理 人和材料很关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法规与相关标准部分 特种设备安全法 是最重要的 第三章节 为什么特种设备安全法 一方面自己考选择里考了很多 在案例题方面 你像工业管道的压力管道是特种设备 动力设备中的锅炉是特种设备 精致设备的压力容器是特种设备 其中技术里面 其中机械是特种设备 电梯是建筑安装的特种设备 那么这些知识点很可能跟 特种设备安全法一起结合着 一起结合着出案例题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章节 19年考试的重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应对这些考试的内容 我们有三部学习法 就是我们学习方法和应识技巧 三部学习法 第一 一套真题和教材金讲 那么一套真题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建造师的小白 你刚了解建造师 其实建造师是从04年 就已经开始考建造师了中国 那么你是建造师的小白 那你就要看一套真题 你可能不会做 但是你为什么要看呢 你浏览一下 出选择题 单选多选 案例 案例题你稍微读一下 看是跟你平时工作相关的 你再读一下 他问答 他是怎么方式去问的 你甚至可以检验一下 现在你这120分 你能考20分不 你现在是属于什么水平的 你了解一下自己 你看一下这个考试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 在最开始学习的时候 要学教材 考点金讲 考点金讲 你像我们 我跟你讲的这个金讲 在25个小时到30个小时之间的 一个时间 一个时间 所以考点金讲 是全方位的 把书本的一二三章节 跟他学懂学通 我注意 我现在我们的考试 慢慢的开始考实操题 慢慢的在考超纲题 千万别死记忆背 一定要理解 你做选择题 为什么选A 不选BCD 理解了根本就不用背 包括有的人说 老师默写题难道不背吗 默写题是要理解关键词 因为考试 你在阅卷现场你可以看 阅卷那个组长 他会以关键词去给分 绝对不是你把一个段落写的很大 很长 就比方说 我们18年二建 考的流动式起重机 对低机的要求 水平坚硬的地面上 地面要夯实 路面 要进行预压力测试 那么这都是关键词 你把整段话背下来没有用 关键词给分 所以考点金讲 考点金讲的部分 最关键的是 把5加8加6这个技术 这些专业跟他学懂 在学技术知识 第二个阶段 我认为你要大量的做题 这个题包括习题和理念真题 理念真题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它是非常经典的题 都是很多老师 在考前在监狱里面 他们在一起秘密的出了很长时间出出来的 这一题的含金量很高 还有大量的做习题 做习题 做理念真题 因为考试是以题的形式来考察你 你可以在学完金讲以后检查一下自己 这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呢 在考前只有一个月的时候 一年考两次 是吧 考二件的时候 你在一个月的时候 考前一个月的时候 要按照重点去复习 因为那时候 相当于冲刺阶段 大纲已经出来了 考试的方向也出来了 甚至考试的重点出来了 按照重点去复习 所以先要夯实基础 大量的做题来检验自己 第三个考前带有方向性的去复习 最后进考上考试 那进考上考试 那么 这是学习的步骤 再说一下应考攻略 方法 再说一下攻略 应对选择题应该怎么办 要大量的做题 因为我们在第二个阶段 要大量的做题 做习题和整题 是吧 每天看题库 你这个有习题 大量的做 整题要大量的做 来回的看 那么要做到理解 做一道题不要求快 要求稳 你做一道懂一道 你别做一道做了做了 有的时候我做了很多 自我感觉良好 你说我做了十套卷子 你不如人家做了两套卷子的 为什么 人家两套卷子 做一道懂一道 做一道懂一道 在考前的时候 懂得越来越多 不懂得越来越少 离考试越来越近 你做了很多 你都不理解 是要理解大于背诵 所以你看我们18年的 意见考试 它有个风向标 每道题都有图片 不让你背了 你背的人不让你通过考试 因为你背诵的人 是不合格的项目经理 即使你通过了考试 你的盖房子也给我盖他了 所以住建部 现在已经了解到 很多学生背诵 甚至用了一些 那些什么巧妙的记忆方法 超强的记忆 这是住建部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希望你死进背 他希望你理解之事 所以现在开始出实操题 实际操作题 你背诵也没有任何用 因为18年意见 五道二例题 五个图片 你要理解图片的内容 所以你知道懂和背 两种成本 你懂了 很容易学懂 很容易通过考试 而且你能当一个 合格的项目经理 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士 背诵的是特别 这个死进背 特别是 耽误时间 为什么 因为死进背 你并不能成为未来的 这个在行业的领袖 那么这是选择题 第二个是按理题 一定要多动笔写 注意这个按理题 我说了特别是墨写题 要以关键词为得分点 有的人说 小老师你关键词是背的吗 不是 举个例子 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一看书本上写的黑压压的一片 你猜我怎么的了 我就是要把关键词圈出来 包括进度 质量 安全 成本 资源配置 施工方案 施工平面图 结束 完事了 事实上 你再把肉签上去就行了 我把骨架子搭起来了 但是事实上 你写的这些关键词的 就已经得满分了 这就是学习的技巧 按照关键词 它是怎么改卷子的 你怎么学习 你不是死进背都背下来 尽可能的换出原本 看懂了并不代表人写出来 多动笔写 关键词都东西写 那么我们再按照时间盘续 那么复习初期要把书读后 你听经讲班 为什么要安排25个小时以上 就是这个原因 要把书读后 复习的中期呢 强化 要做到能理解 而且大量的做题 复习末期 领考冲刺阶段 把书读保 查漏补缺 所以说他要经历一个 金奖大量的强化做题 最后冲刺 带着考试范围进考场考试 就是有考试范围去复习 复习好了 拿笔和自己的大脑进去考试 这是应考功练 那么 应考功练以后 我们说一下19年的考试重点是 这两小节 工业的这三小节 建筑的这两小节 那么管理部分 这三小节和这四小节 非常重要 这是按照顺序排名 特种设备安全法特别重要 那么所以说19年的考试 三个管理 质量技术和合同 焊接启动 年年考 精致设备特别重要 建筑电器通过条是 建筑基电里面最重要的章节 今年在现场管理里面 要特别注意我们绿色施工的内容 消防工程 现在考的越来越多了 消防 因为今年 我们习主席对部队进行竖旗 我认为 这个考试可能也会跟进 施工组织设计 特种设备问题 这是我们19年 对整个的书本的三个章节的一个 预测考链 预测考链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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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